你敲啊 这不会你生日吧 给你开玩笑 唱啥呢 爸 林萧然 你怎么来了 我带她过来的 你爸呢 还没回来呢 你们先进吧 随便坐 好 有什么想吃的想喝的吗 我帮你们去拿一点 没事 没事 我就来跟你说点事 好 好 看你们想喝什么 谢谢啊 对了 刘一白 没事吧 你们家发生什么了吗 南向晚从出学校开始 就神神经经的 也不告诉我 你别问他了 这么大的事 他爸怎么可能跟他说呢 这已经超出高中生 理解范畴了 我爸现在还没回来 他最近状态特别不对 但他就是不告诉我是什么事 那这就很不合理了呀 连你都不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再说这高中生理解范围 我看你也理解 你先停一下 我在想 你们合作伙伙伴把你们公司名单给泄露了 你们公司怎么还碰见过这么个事啊 你问我干吗呀 我又没遇见过 不过我 不过我好像记得我在一本书上看见过类似的案例 你等会儿啊 我找一下 那本书好像就在这儿 我找出来发给你啊 拜拜 就这个 二零一一年与润危机案 我现在啊只能想起了一些细节 你们家呢 这次看起来是名誉出现了一些问题 遭受了信任危机 但其实说白了 这就是一场简单的公关危机 你应该去找那 怎么又想不起来 你记不记得我原来跟你说过 在一本案例上看见过 叫 叫周怀秋的律师 对 周怀秋律师 那还有什么更细的细节吗 你们家的事吧 其实可大可小 但是现在最要紧的 就是找到这个律师 找到周怀秋律师之后呢 能把你们家的损失降到最低 其实啊 如果这一场仗打胜了的话 宇润集团还能再更上一层楼